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有时候看一些东西啊 就是腻歪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你就看着这些人嚼啊 你就觉得无数个嘴啊 咔吱咔吱就嚼啊 就是就是碰到一个事啊 就是真是反来复去的聊啊 反来复去的这个嚼啊 最后都嚼成渣了 都就吐的也很快啊 一会儿这事就过了 就不聊饿了 就不算完 当然这不是任何一个人造成的 这是我们共同造成的 甚至有时候你就觉得咱们是不是有聊啊 还是无聊 我在说谁呢 这个现在又聊出一个什么呢 脑瘫女士人于秀华 我最早是在微信朋友圈里 哎呀 转疯了 哎 你说这个微信朋友圈哈 他竟然最火的东西是心灵鸡汤类的东西 我也有点难以理解 你不是说吗 美国朋友圈 但他们不是 他们没有用微信 但有个说法说美国朋友圈刷的最多的是关于新科技 对 说中国朋友圈刷的最多的是心灵鸡汤 对 这是为什么呢 我因为这要是平常咱们朋友之间在一起啊 你要聊这些心灵鸡汤啊 你就太酸了 或者太太傻了 但是为什么在朋友圈里整天就转发这些好像怎么才能好好活着 怎么着就人生啊 怎么就就这些东西 我觉得其实其实你想起来 它应该是很很优质的东西 你觉得我穿过大半个中国这个是心灵鸡汤啊 不 我现在说另一件事啊 徐老师看来憋读了一下 我也想讲这个 对 我明白你说的是两个事情 我讲的是另外的 我就是微信朋友圈里啊 转发很多心灵鸡汤类的东西 好 那么我讲另一个事儿 就是这个脑胎女诗人这个 哎 也未必没有点鸡汤味 你知道吗 为什么未必没有点鸡汤味呢 就是现在 你看一个开始这么一聊啊 到最后就有人开始批评了 批评有一个旅美的女人 女诗人吧 叫沈瑞 你知道这个人吗 不知道 他呢 先写了一篇文章就盛赞 然后就说这个 这个余秀华呀 就是湖北一个村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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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妇女 养兔子的 对吧 然后他就说他是中国的艾米丽狄金森 艾米丽狄金森也是有肾脏有病 这个呢 现在有人就说 你在这个诗人前面 惯于一个脑瘫是什么意思 就是诗人就是诗人 就是你明白吗 很多人 之所以被打动 是因为脑瘫女诗人 你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 好比当年我们讲石铁生 为什么你你不写一个瘫痪男作家呢 不是 可是他打动你的不是因为瘫痪呀 我意思说你看到你也不是因为是脑瘫你被你被打动吧 不是 这所以都得分开说 现在就有些人就批评认为啊 我们不要太多的把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的某种病或者是某种残疾和他的 比如说你难道弄个什么瘸腿歌手 老是说这玩意最跟当年的选秀节目都有关系 好像一个人呢 有点有点残障 他就更加增加了引起我们注意或者感动的价值似的 那时候拿残障来做戏的是有一年的春晚 说是对于越制越反击战 有一个人打了残障了上来 大家很感动 当时我就说不出来那个就是不舒服 我当时还讲不出来 我这个我觉得我也我也很佩服他人家英雄 但我总觉得就是这么一个残疾拿出来秀爱国什么什么 我当时有点不大舒服 所以我现在特别反感称这个于秀华是脑潭诗人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诗人 中国的文学现在非常边缘化了 但是我们是一个诗的国度 这个诗的国度体现在网络上时不时有关于诗的讨论 你看这些年常常什么羊羔体啊 什么梨花体啊 对不对 王兆山的那个做鬼也风流啊 前一阵周下 但是这些网上走红的这些拿出来的诗啊 都是被拿出来晒着当奇葩 很多人都是不满 啊 这样也算 这样也是鲁迅奖 这样什么什么 但这次不一样啊 这是我看这个大部分人读到他的诗 单一个题目就被打动啊 就是这样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现在 当然了 人家读了他的诗以后 再知道他的身世 再知道他的故事 会加倍的理解他诗的内容 但是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吧 我觉得他的诗是有本身价值的 哦 我觉得对这个标签啊 他自己对这个标签是最烦的 我看到有一些跟他有这个采访嘛 他自己就说人家给我贴了这个标签 那个标签啊 他自己觉得跟他的诗都没有关系了 但是我又想说一句啊 其实我觉得对标签这个事情不用太在意 因为你现在啊 说实话 就您说经常有人来讨论诗 但是恰恰很多时候 现在写诗的人也少 读诗的人更没几个 对吧 那有些人为了要传播 你怎么样可以吸引到你去点呢 他加一个这样那样 各种各样的标签 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标签在消费你 其实你也在消费这个标签 没有太所谓的 而且世人本身的状态 他就是 他本身来说是一个比较 要自己跟别人去隔绝的 要保持他心灵有一定程度的跟大众有距离嘛 但是同时 其实你写出来的东西 你还是希望有人能够读到 有人能够触动 对吧 所以这东西我就不用太介意 这个好像这个 让我惊讶的是啊 这个余秀华 从他写的这个诗啊 或者什么 笔记里边看呢 他倒没有膨胀到一个不知所以 当然没有 他倒是对外界的这种注意啊 他还甚至甚至觉得应该留给我一方写诗的清静 而且那意思就流露出 我写诗是为了我自己 跟你们本来也没什么关系 你们都跑到我这来 哎 这也就是一个现代传媒故事 你看 我觉得可乐的是这几天 哎呀 我觉得他可以促进他们这村的旅游业了 好家伙 已经好像有领导找他 十里八方的 而且真是这领导这也挺有意思哈 他是个这儿一个一个农民诗人 记者们都来了吧 然后书记也来了 书记也得想被他们握手 哎 我觉得今天这个 算说当地一个政绩 哎 名人经济 名人经济 但我看他自己最新的一篇那个微博就讲他自己怎么样 呃 被人家给就是叫利用也好什么也好 就一个人跟他不太熟 怎么去利用他这样那样 就说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事情给他带来的困惑 可能比他的荣誉更多 至少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当我们在说到他的时候 其实困惑对他来说是更多的 从现代二十世纪维俱批评的主流来讲 他是要刻断作者跟作品的关系 作者的动机跟我们不重要 又要切断读者反应跟作品的关系 大家怎么看也不重要 他是强调一个只读文本 我看这首诗 我是只读文本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故事 我就被他第一句标题就打动 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这是时代的声音啊 这个呃 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评论 说余秀华诗名穿过大半个中国 写的是我们北京的新文学史料的主编 我还认识 他就把他跟五四以来很多的这种 当时大家不能理解的这些句子 但事后会被比方说最初的那个 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我们现在看他很论 嗯 可是胡适当时用来证明呃 呃 白话可以写诗很 我很喜欢的一个诗啊 这个这个汪静芝啊 呃 我冒犯所有人 一步一回头 瞄我意中人 这这这流氓啊 今天来讲 可是他是五四的爱情诗的 非常强硬 当时这一句就出名了 我冒犯所有人 一步一回头 瞄我意中人 别撞到电线干了 我老想 你你再看看他之后的呃 朦龙诗的时候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你看这种诗句 我正步走过广场 剃光了头 为了寻找太阳 这是北岛的 嗯 为什么我说这个 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可以跟这些句子来相比呢 你看他里面中间有两个核心的关键词 一个是中国 嗯 一个是睡你 嗯 嗯 网络的热热 我最研究啊 最关键的就是一个民族 一个性 只要跟这两个相关的 实际还有政治 你你你你只要改一句 你比方说这句话改成 我穿过大半个城市去睡你 这句话就没有怎么醒目 要我写就我穿过大半个石家庄去睡你 这没那么 反过来说 如果你倒过来 我穿过大半个中国陪你睡 惨了 被人骂死 嗯 而且这个去睡你啊 有种女性的 还非得女的说呢 所以我已经可以说 我没有这样说啊 你这个 真完蛋 你这个 你看他两个关键词 但是我在想象啊 在过一个月春春春节之前 几千万上亿的人 在中国大地上走 这不就时代的鹰吗 我穿过大半个中国 那都是去睡的吗 当然了 都是跟家人团聚啊 都是跟有 你想 家人团聚 徐老师家人团聚的内容 不光是睡 但是最主要的是睡 最主要的就是睡 所以我在想象这个 他要是变成一首歌的话 这跟当年的什么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症 高尚是高尚者的慕志明 是一样的 好 这个文学的教授 现代文学教授有这个评价啊 这个咱们可以看看 就是说啊 这个余秀华呀 有人说啊 他什么叫脑瘫呢 脑就是 他出生的时候说什么 倒产呢 就是一种病嘛 碰到一种困难 其实影响的是肢体的这个协调 走路 但是呢 他并不影响写诗这部分的大脑 而且甚至就有人说了 某部分有缺损呢 说不定常常有这样的例子 另外一部分的才能还得到更强 然后呢 他去他自己说 他这个也生了孩子 也经历了一个没有自由恋爱的一个婚姻 对吧 我们可以看看他的这个 这个一些照片 他家的这个环境 你瞧瞧 哎呦 其实啊 咱们看他这个诗啊 就是你知道吗 有点不像这个浮华年代里的城市人写的东西 他就是 他有他的一种质朴 自己 我我我叫什么 我口说我心呢 有他的一种一种朴实 你看他这个 这是他的家 这是他的家 他养兔子 哎 发现一个很奇特的 好像记者一来就死兔子 要不然怎么回事 然后你再看下边 好 哎 我这个自作聪明 节选了一点啊 就是他这个最著名的诗 呃 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 无非是两句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 无非是两句肉体碰撞的粒 无非是这粒催开的花朵 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 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 有人说这两句特别有湿味啊 然后呢 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 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 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 当然我也会被一些蝴蝶带入歧途 把一些赞美当成春天 把一个和恒电类似的村庄当成故乡 而他们都是我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 哎 这是他的一些个失去 但是徐老师 也 所以说我说什么事啊 呃 你得有一种现代进行时的观念 哎 我现在经常想在今天的这个这个 每天微博滚动聊天的时代啊 经常会出现毛主席说的那句话 事情起了变化 嗯 很多事情 包括你看咱们昨天讲的姚贝娜 就是你看一个事 聊聊就不靠谱了 聊聊就不靠谱了 你这就是事情起了变化 真正耐人寻味的是这个 比方说 现在的一些专业文学人士 已经开始出来 说这个诗 诗挺好 但是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 然后 我可以说